大家好 今天我北京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他们吃饭的时候的一个所谓的深度话题 我觉得可以乘着老川的热度给大家分析分析给大家扯吧扯吧 老川这个人很牛逼的啊 完了以后现在已经在密西根州做新的现场的润理 不是一般人 这个很多人挪念了老川这最近这大概七八年以来遭遇的事啊 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让我们这些个平庸的大多数 彻底死消消但是老川一个一个都挺过来了啊 所以我们呢 要琢磨 还是我那句话要琢磨 遇到这些有趣的事情我们要琢磨 我们不是琢磨别人我们是琢磨自己 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啊慢慢慢慢开始感觉到我的这个节目里面虽然是 信手就粘缆 虽然是满口就跑风啊 但是呢慢慢慢慢就发现我在思考一些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的有些个思考呢 那是 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 其实是很少的 真的 有人给我写了一封邮件 他就讲他说这个 哎呀 看多了以后啊 说这个苏老师的 就是 平时的生活 平时的工作 相比之下 蔬菜是他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 优管的食品 有一天 你会全部的删除 哎呀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这些人呢慢慢慢慢就理解我的一些个 状态了 我觉得 让我特别的感动 人呐 真的你要琢磨 你不琢磨 你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他说这个苏老师应该是华人世界里面 对人类的社会思想是思考最深入的人 在大陆应该没有第二个人 而且能把很多内容用很简单的几句话说出来 啊 这源于苏老师广泛并一直坚持的阅读思考 以及苏老师对圣经传统的理解 真正这才是华人所欠缺的 华人的无知主要是来源于此 但是这对我的夸难有点过了啊 但是我 我的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就说明我呢 在试图的去传递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的价值观层面的东西 我的思考 我在慢慢慢慢通过一种亚俗共赏的方式 通过一种接地气的方式把它传出去 今天北京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一听我就高兴了 他就讲他是老川 你看 现场大概有三四万人在宾州的这个现场 枪声响起以后 整个现场 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 真的 美国英雄出现 这个现场的美国英雄 因为老川太醒目了 但是真正的美国的英雄是一个 50来岁的一个消防队的队长 他在枪声响起的一瞬间 他用他的身体保护了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没有被枪击到 他自己不幸去世了 这是本次世界中牺牲掉的 唯一的一个人 他才是真正的美国英雄 这是第1个看点 所以我说川普被枪击事件最大的看点 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几天都是被川普给吸引过去的 因为川普是一种美国的方向 但是在美国真正动人的风景 我告诉你并不是这些台面上的政治家 包括川普 不是他们 真正动人的风景是这样的一个消防队的队长 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他在 在最危险的时候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子弹 然后自己 不幸的过世 让自己的妻子 还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上面 非常的令人感动 这两天美国的大量的这个保守派的人 给他们要捐款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但是 美国人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 咱一定要记住 所以据说很多人给他们捐款 现在已经捐了好几百万了 哎 这是美国 最大的看点 这是老川被枪击事件最大的看点 括号之一 那这二是什么呢 这二就是 为什么枪声音响起之后 美国的民众 几万民众在现场 没有出现骚乱 没有出现惊慌失措 没有出现人几人 没有出现所谓的踩踏事件 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那的确是这样子的呀 所以北京的兄弟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小孩你想想 换成中国场景 会发生什么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换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场景 会发生什么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 关心的问题 这才是老川被枪击事件最大的看点 到底是什么 就这么两个看点 所以他问我这个话题以后呢 我真是我就沉思良久 我就在想 刚才我其实说了一句话 美国真正的风景是 由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所共同构成的一种 价值观的共识 他以他们的基督信仰为民情秩序 和相争精神的 这样一种美国的民情共识 价值观的风景 这才是美国最动人的风景 大家还记得 王岐山以前没有退休的时候 向所有的这个体制内的人推荐的一本书 是托克维尔的 《就制度与大革命》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中国的这帮所谓的都市 这帮所谓的领导 这帮所谓的这个人 就是一群难人 就典型的中国人 《就制度与大革命》 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话题 但是它是一种宏大叙事 他思考的是一个制度在转型的过程中 与革命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你看到没有 是一个历史的画卷和画卷的历史 是宏大叙事 是一个 庙堂之高的人的思考的话题 王岐山可以看这样的话题 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作为一个真正的生活在世界上 日益成丝的人 你应该要想想 这个话题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托克维尔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 那才是托克维尔真正伟大的著作 《论美国的民主》 那本书我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看完 而且做了十来万字的读书笔记 他在美国旅游旅行 他一共待了八个月的时间 他是个法国人 回去以后就写了一本对美国的民主 迄今为止是关于美国的民主最透彻的 叫做什么 叫做田野调查报告 那个文章 那个书写得好极了 其中他就找到了两个关键词 我经常会用这两个词 很多人你如果不读书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第1个就是叫做民情秩序 第2个是叫什么 叫相争今生 简单的解释非常简单 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是由他们的信仰决定的 他的信仰表现出两个重要的其他的国家没有的东西 第1个就是民情秩序 所有的美国人那个时候 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爱上帝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伟大的价值观的共识 他们所有的人 用圣经的话讲就是 都以 连接的方式 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 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 叫连与耶稣 与耶稣产生联系 说有一个葡萄树 有枝子 有这样一个东西 每个人都是一个枝子 但是呢 整个美国是一个葡萄树 而美国作为一个葡萄树 它是一个整体 但是每个枝子呢 又是独立的 又是思考的 又是美丽的 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一个一个比喻 他认为这才是美国的民情秩序 那相邻精神是什么意思呢 相邻精神是指美国的 这个叫做社会自治的 叫做一种分散的制度 就美国的真正意义上的 管理它是由相邻的那些个教堂来行使社区管理的 他们是有一个一个的教会 一个一个的教堂 所构成的一个一个的社区 然后 扩散成 一个伟大的国家 所以美国为什么 它是一个联邦之内有那么多州呢 它是因为过去的每一个社区 它是拥有一种相争自治的传统 托克贝尔把它理解为相争精神 这才是美国的最动人的风景 这才是美国的 重要的灵魂的基石 所以当枪声响起的时候 美国的民众 他因为有一种价值观的共识 他知道如果大家都乱掉的话 这个踩踏事件一定会发生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共识 所以他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变得非常的冷静 每个人 也许这个时候 立马就进入一种祷告的状态 很多人现场就祷告 所以在这样的枪声响起的时候 一个丈夫 一个50岁的一个一个美国公民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的 那拯救那挽救自己的妻子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 你要把这些东西读懂 所以我觉得这个 北京的这个哥们就给我出了这么一个提 让我讲一讲 我就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老川被枪击事件最大的看点 到底是什么 当然每个人都认为是川普 我也认为是川普 但是越过川普的喧嚣 越过川普 这个人在高处的这个华丽的身影 高大的身影 真正让我动容的 真正让我对美国 无限热爱的 是他的民情秩序 是他的 相争精神 是那些一个一个的看上去非常平常的美国人 拥有的伟大的价值观的共识 所以美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国家 美国又是一个非常令人焦虑的国家 今天的美国的确有大面积的败坏 但是美国依然是那样一个 把上帝 放在心里的国家 美国依然是有一个有基督教的人群组成的国家 想打败美国是没那么容易的 不管你是普京还是习近平 还是美国的这个这个马 那个马 还是所谓的深层政府 挑战美国死路一条 我告诉你 这才是这个世界上 令我们希望倍增的这么一个现实 谢谢